你买到的保健品很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对保健品如此的疯狂 我们今天就来用这个视频带你看一下 保健品背后的商业秘密究竟是什么 我所在的澳洲有两个非常知名的保健品品牌 分别是blackmore和sweets 正常来讲在你生活的国家 有这么好的两个品牌 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吗 但是我吃这两个保健品的苦可吃了不少 我那时候还是留学生的时候 我印象就特别深 每一次到了放假要回国的时候 都要带回去很多跟blackmore 还有sweets相关的各种保健品 尤其是我妈 她生怕我浪费了飞机票里面 包含的20公斤的行李 总是给我布置一大堆任务 给什么亲戚朋友带各种保健品回去 我今天就带你看一下保健品行业 它背后用的一些骚套路 还有就是可以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一个启示 究竟是什么 这个视频爆尿爆的比较狠 很有可能后面会被删掉 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看 也可以发给你觉得对它有帮助的朋友们 我是澳洲亨瑞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或者频道 记得点击订阅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所有买保健品的人都是因为从阳内外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了解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先跟你讲一个重要的商业思维 叫做心理账户 讲的就是当人们去消费同一个产品 但是因为你把这个产品放进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之后 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消费决定 比如说一个人平时花钱特别的省 很少打车很少吃这种大餐 但是如果他出去旅游 他就会大手大脚的花钱 为什么呢 因为旅游的时候花的钱 他会放入到旅游这个账户 他会觉得难得出来一次 为什么不潇洒一点 但是平时的消费 他会放在日常的消费账户里面 所以会导致他非常的节约 OK我们带着心理账户 这个商业视角去看一下保健品究竟做了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传统的保健品 在我们华人的这个世界里面 是如何进行推广的 首先要讲第一种保健品的营销思路了 就是洗脑 提起洗脑就不得不讲脑白金了 你知道脑白金当时火爆到什么程度吗 有一个外国小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别人问他你的中文名是什么 他说我的中文名叫脑白金 当时脑白金把我洗脑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哪怕不看到电视机 我只要听到脑白金的广告语 我都能知道马上要天气预报了 马上要放电视剧了 马上要几点钟了 可想而知当时脑白金的广告打得有多猛 脑白金他重视的 其实不是卖脑白金保健品本身 而是换了一个消费者的账户进行营销 就是送你的账户了 所以脑白金的广告语 就像洗脑一般的不停的在讲 今年过节不收你收你只收脑白金 讲到送你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很头疼 自己买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心里面是知道的 但是送东西给别人 经常会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 而得罪人 我以前就看过网上这种直男送女朋友礼品 居然送了一个这种什么里面有螺丝刀 有扳手的这种工具箱给他女朋友 甚至还有这种给自己的女朋友送了一个锦旗的 所以脑白金就反过来去进行营销 他不是对买弥品的人进行营销 而是对接收弥品的人进行营销 尝试着利用广告轰炸 给这些接收弥品的人进行洗脑 告诉他们 别人只要送你送了脑白金 就一定是上了心的 所以脑白金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 于是人们走进店里面买弥品的时候 脑白金就成为了一个最便捷 最安全的一个选择 但其实脑白金里面含有的绝大部分成分 就是这个退黑素了 退黑素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保健品 你如果在Costco里面花一个大概10块钱 就可以买到一个一大盒的退黑素了 但是脑白金这边 因为他把用户的心理账户 从产品本身换到了弥品账户 所以说他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卖出10倍的价格 但是随着人们对这种脑白金 这种产品的深度的了解 人们开始了解了 原来脑白金百分之七八十的费用 都花在了广告的营销上面 所以真正吃到的价值其实非常的小 那么我们就要讲 第二种保健品 在华人世界的营销模式了 就是人肉式的地面推广 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品牌 它会深入到老年人的群体里面 给他们送礼物送免费的鸡蛋 送免费的讲座的录场券 还会送其他的水果等等 吸引这些老人去听他们的讲座 然后在讲座上告诉他们 我这个产品好 我这个产品包治百病 然后老人如果有犹豫 他还会派自己的营销人员走上门去 对这些老人进行关怀 不知不觉中就可以把自己的保健品卖出去 我听过最极端的一个案例 讲到一个卖保健品的小伙他有多聪明 他会去公园里面给这些老太太老爷爷拍照片 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到了一把年纪 看到了还有年轻人愿意给他们拍照片 当然很开心了 就说小伙子能不能把这个照片给我们 年轻的销售人员就特别聪明 说我平时拍照片就是我的一个爱好 我用的照相机非常的高级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照片给你洗出来 然后送到你们家里面去 送到老人家里面去的时候 对老人又是一阵嘘寒问暖 然后紧接着掏出产品 很自然的就会把保健品卖出去了 这种保健品在进行人漏式的地推的时候 他其实针对的用户的心理账户 就到了一个情感账户了 他非常聪明的利用了这些人的一个爱心 就当你对我好的时候 我自然就想要回报你就想要做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自然就买了第一次保健品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了 但是当这些老人的子女看到老人买到了这些不知名的 一些保健品品牌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担心的 因为特别怕这些三无产品伤害老人的健康 所以子女情愿去买海外的一些高价的保健品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到海外的这些保健品了 首先西方人他吃不吃保健品呢 绝大部分的西方人其实都是吃保健品的 一方面是西方的医生在用药的时候特别的谨慎 比如说我们华人都习惯用的像消炎药抗生素的这一类药品 我们在西方就会发现你很难买到 医生除非到了避不得已的时候 他不会轻易的给你使用的 但是医生也知道这种药物对病人的一个心理作用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经常会去建议病人去买一些这种保健品 针对一些病人一些特殊的情况 一些营养的缺失 医生也会给出一些适当的一些建议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保健品呢 它的定义呢是叫supplement 是一个就是补充剂 它不能代替我们传统的药物 另外我们看到西方有很多的人 比如说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那他平时摄入的这些食物里面呢 就会缺少一些某些元素 还有呢就在西方世界里面 对某种特定的食物过敏的人的比例呢 跟我们华人比起来确实多很多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像这种叫gluten free的这种产品 所以因为你不能吃特种的食物 你的这个所摄取的营养里面呢 也会有一些元素的缺失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方的这个保健品 非常的常见 不仅会出现在你家周边的这些药房里面 甚至各个超市里面都有各种品牌的这个保健品 供你选择 如果你在超市里面留意过这些保健品 你会发现这些保健品大多的价格 其实不贵便宜店的几块钱 十几块钱 贵一点呢也就二三十 但是凭什么卖给我们华人的产品 他能翻一个三四倍 甚至更高呢 这几年的社交媒体的位置越来越重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 就有一些网红在分享这些保健品 当他们分享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呢 往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严重夸大 这个保健品可以带来的功效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保健品 在宣传的时候都是说是可以治百病的一种神药 有一些甚至宣传自己可以治疗癌症 就拿美国的这种深海余游来讲 当你看到它的中文说明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既可以治高血压 还可以预防中风 还会对预防老年痴呆有很强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看它的英文版本 后面就会加一行字 叫做未得到FDA或者TGA 这些部门的一个认证 FDA和TGA分别是像美国 和澳洲的药品的认可的一个机构 也就是说它的药效和功能 在这些部门里面是不得到承认的 当这些药物的功能被过度放大了之后 人们去看它的价格的时候 就不再是用一个保健品的思维去看它了 而是把它跟市场上最有用的 一些药物进行对比 这时候它的价值当然就上去了 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人 会因为过度依赖这种保健品的疗效 会错过他们原来疾病的最佳治疗时间 反而耽误了治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四点就是这些海外的保健品 他们又利用了一个我们华人的消费心理账户 就是海外的东西都是好的 当Swiss和Blackboard这些品牌爆发了之后 人们会有一种意识感觉 澳洲生产的保健品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很多只要标上了澳洲生产的这些保健品 对华人销售的时候都可以卖出很好的价格 我以前走进这些免税店里面 我就会特别不明白 为什么免税店里面卖的这些保健品的品牌 我在市场上几乎从来没有看过 后来我认识一个做旅游的小伙伴 告诉了我一些行业内幕 我才开始知道这些保健品 是怎么样卖给这些海外来的游客的 原来这些品牌它会在包装和整个产品的设计上面 会去模仿这些大品牌的设计 让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它中间的一些区别 同时跟导游和当地这些旅游公司进行合作 只要你能够带一个客户走进免税店 无论他们买不买东西 我们都会给你很高的一个提成 所以就进一步的鼓励了这些旅游公司 把这些客户往这些免税店里面去推 这些用户走进免税店之后 就唠不开这些导游的面子 就想要多多少少都要买一些 再加上本来就觉得澳洲美国 这些它的保健品的质量很好 所以一不小心就会买上一大堆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产品 就是因为贴上了某些国家的一个标签之后 它的价值就立马升值了 比如说很多人都觉得 Minisor它的产品质量非常的高 但其实Minisor它背后包装它的这家公司 就是一个中国内地的一家公司 只不过它把整个商标 把整个公司经过把这家公司通过在日本 一些操作之后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日本品牌之后 就对华人的吸引力 立马升级了好几个层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健品 它的消费的套路 它是充分的抓住了用户的痛点 它在乎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产品 我们经常会说老人怕死 女人怕丑 小孩怕笨 怕长不高 男人怕自己雄风不在 当这些保健品公司 可以牢牢的抓住用户的这些心理账户的时候 进行无限的放大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开始为这些保健品买单了 那么我也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结论 保健品肯定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一个保健品它是不可能代替药物的 千万不要对保健品的依赖 就耽误了去医院的时间 有很多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 还是应该第一时间的去找专业的机构 第二点是保健品虽然好 但是保健品一定要节制 不要吃太多 比如说补钙过度 很有可能会造成肾结石 另外还有很多人因为依赖保健品 饭前吃一大堆保健品 导致正常的食物摄取的太少了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引起低血压 那么今天我们借助心理账户 这个商业思维来看了一下保健品 这个行业 我希望对你产生一些帮助 就是我们平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想要销售某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永远无法说服一个人 真正说服一个人去买一个东西 或者去做一件事情的 其实是他自己 所以你不用在意你提供的产品 你提供的建议和你提供的服务本身 而是要牢牢抓住用户的心理账户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就问过我说 我是帮女性进行减肥的 为什么现在的用户找不到 为什么用户越来越少 但是其实你用心理账户去看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当你专注于女性减肥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过度的关注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了 你要深度的去想一下 女性为什么想要减肥 其实绝大部分的女性想要减肥 都是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对吗 如果你去多讲一些女性如何变得更加优秀 女性怎么样让自己更加的经济独立 女性为什么要让自己更美 这类的话题其实更加容易吸引你的目标用户 来听你介绍你的服务 最终你的产品的交易量也会上去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 想要分享自己的思维的时候 有很多的方法 我也给大家把所有的 关于如何分享自己的知识 如何分享自己的思维的方法 都总结在分享这本书里面了 如果你想了解到 如何可以免费领取分享这本书 你可以点击我们视频结束的卡片 也可以找到我们视频的描述区 点击了解分享这本书的链接 你就可以知道如何免费领取分享这本书了